今年超好看的复仇含剧《震撼来袭》 惊喜善意出场就注定这部剧精彩不断 别看他老公思思文文 实则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哪怕他们已经有了这么大的儿子 妻子全程就像二傻子一样住在这个家 每次一家人吃饭时 只要公共心情好 婆婆的脸就会搭拉到底 就连最爱吃的剁椒鱼头看了多少 甚至压根不隐藏情绪发起 这时的儿子都会安抚父亲的情绪 妻子则会帮婆婆重新做一份合胃口饭菜 不是婆婆蛮横无礼 而是她忍得太久太久 但在饭桌上孙子提议想去冀州岛 说是有个学姐苏仪要去参加夏令营 她不想错过这次机会 所以她必须要去 母亲嘲笑儿子这情商遗传的谁啊 而公共脱口而出 我孙子情商高不好吗 殊不知她的一句话 让婆婆再也忍不下去了 接着她命人在床头放了一个立体话 还别说到了晚上加上灯光还挺好看的 可她并没有着急入水 而是死死的盯着床上的老公 也许是这种眼神有穿透力 床上的老公突然有股寒一袭来 吓得她本能的谈起 婆婆解释别心虚我 再欣赏我的作品 公共示意能不能将这玩意拿下来 睡了两晚总感觉一直被鬼压床一样 可婆婆的心思一家人都看不懂 公共只能作罢 但在一日公共带着爱犬到后山上去遛屁 这虽然是她每日健身的一种方式 可奇怪的是 今天她一不小心踩风鬼的机会 本以为是虚惊一场 可狗狗却在不停的狂叫 此时她也发现了不对劲 脚下掉落的碎石子 让她本能的向上看去 但已经来不及 就这样公共领了盒饭 不如其来的噩耗 让一家人被火接受 可小不大老远就哭丧着 叫着哥哥死得太惨了 怎么会被一个大石头给砸死了 看着婆婆一个头两个大 儿子儿媳本想将妈送回家 这时老公的同事 吴医生主动帮忙她来开车 而这举手之劳妻子 并未放在心上 殊不知这时候才是噩梦的开始 突然妻子音乐 听到角落处有人默默地在哭泣 她好奇地走上前 但在女人抬头的那一刻 音乐不禁好奇 因为眼前的是她的患者是 要知道她是一名精神科的医生 而前段时间她才接待过这位女孩 从交谈得知 女孩爱上一个人 但是对方却不愿舍弃那种 本不幸福的家庭 这让她很沮丧 但很快又反问起音乐医生 你对现在的家庭满意吗 当时她没放在心上 只觉得这个是普通的对话 可如今这个时候 女孩出现在公共的葬礼上 音乐试探性地问她是否认识我公共 是那两眼的泪花显得有多么的悲伤 也让音乐发现了女孩和公共有着什么关系 看目的达到 女孩借口说累了先走了 音乐没发现女孩离开是嘴角露出一母得意的东西 但音乐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可她没想到的是 婆婆在家里竟心情大好 甚至独自跳起了拉丁物 而且还将有关公共的合照 统统扔到了垃圾桶 知道两人关系不好 但婆婆明目张胆地偷了实属面子上过去 由于公婆正常的分居税 公共在最爱的照片后面写了个日期 于是她尝试着用密码打开保险柜 没想到进一次性打开了 可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里面只有一个日记本和一个U盘 而这里面的内容却让她看得头皮发麻 甚至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看着老公小时候的视频音乐不眠好笑 但没想到下一个录音让她听得汗毛直立 里面清晰地录着 公共和另一个人的对话 怎么阻止正直的奴隶事 也就是音乐的父亲不参与这件事情 对方提议联合秘书设计让她暂时安静一阵子 听到这音乐顿时陷入了自责 当年父亲和秘书的丑闻让她抬不起头 尽管父亲已经跟她解释 她是冤枉的绝对没有此事 可女儿却让父亲证明给她看她的青睐 但既然是设计肯定天衣无缝 于是父亲爬到了天台 在女儿还没走远时 只听轰的一声 父亲当场没了呼吸 时隔那么多年 她才知道父亲真的是被冤枉 难怪公共会对她如此之好 将她特地带回了家照顾 其实公共就是在赎罪 那婆婆肯定也知道这件事 于是她拿着录音质问婆婆 是否知晓此事 吓货给我爸 还将我引进这个家到底图什么 但婆婆轻描淡写了 以我和你公共的感情 你觉得这么重要的事情 她会跟我分享吗 而且就算你要追责她也已 你要公布的话 就算澄清了你父亲 你公共也算你家人 结果还是一样 言外之意十几年的事情 就让她过去了 婆婆的话让她沉思两久 也下定决心往前看 好好的过好余生 可偏偏一日她发现了老公不为人知的秘密 惊喜善心剧一开播就让人羡慕不已 每年在医疗界的颁奖中 都少不了他们夫妻两人的生意 但结婚二十年的妻子还不知 眼前的老公背后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听着儿子在台上的发言 母亲貌似有点心虚 浑然不知的妻子还在信誓旦旦的怨态 他们夫妻一定会在医疗界中再次取得更好的家庭 天知道她这老公每次进入手术室 都会戴上耳机 而后独自坐在角落 悠然的听着音乐 不是她懒而是她无能为力 虽然作为主刀医生 可她从未真正为患者动了刀 全程都交给她的助理无医生操作 若是不小心接触到了血 她都会吓得全身发抖 奇怪的是这个无医生对她特别的照顾 倒不是因为两人一个是院长 一个是副院长的身份 而是两人有着另一层不为人知的命令 可无医生还不知眼前的宰镇惹上了一个不甘忍的人 将身边的人都陷入了死亡的边缘 除了他们还包括她的妻子姻院 出来后为了庆祝手术成功 原本宰镇要请大家去吃饭 突然小伙太无找来 宰镇明显吃惊问她这时候怎么对来 小伙一副腼腆的表态 只是想请客吃顿饭 尴尬的她只能跟无医生解释 她先陪一下朋友 接着掏出钱示意里面去吃点好饭 可宰镇那么心急加上两人亲密的养 让无医生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但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 可惜了无医生没跟上去看到这一人 宰镇殷勤的给太无切牛排 这不算啥 可太无吃东西的神情也未免太娇修了 但偏偏在宰镇的眼里却莫名的可爱 就在两人交谈甚欢时 妻子恰巧和同事们也来到这家饭店 太无明显心虚 但还是有礼貌的自我介绍她叫太无 又从老公口中得知 太无是她师兄的儿子 医学硕士生 说起来还是我们的师弟 可音乐好奇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总觉得很面善 太无瞄了一眼 男人打趣到我只在电视见过 至于我这无名小卒你肯定没见过 简单的几句话 音乐也大致了解了眼前的态度 于是没有过多的打扰他们 先行离开 可在出门后 音乐越发觉得这小伙怪怪 甚至好奇老公和他存在着什么关系 这么亲密让他一瞬间想到了那方面 但想想不对他们好歹也有了那么大的儿子 可刚到医院做诊 诡异的事情一件接一件 他莫名收到了个包裹 打开一看虽然是个精美的包装 但没想到里面竟是一个头和身体被分离的鸽子 而且还附上了他们的全家福 并住民里的家庭还好吗 他努力平复心情告诉自己这只是恶作剧儿 本想拉上窗帘让自己安静下 但没想到刚才的全家福在黑暗处出现了数字 他突然有股不好的预感 标记一号的公共在两天前已经死了 而二号的是老公 三号是婆婆 四号是儿子 五号是他 难道公共的死不是意外而是人为吗 本想找快递公司寻找寄件人的身份 可被告知根本无法查询 他们只负责收件信息的准确性 也许是怕音乐脑袋瓜不够聪明 眼前的女人貌似想要给他一点暗示 而他就是在音乐公公葬礼上 躲在角落处哭得稀里哗啦的人 当时他的演技让音乐物认为 他和公公有着不正当的关系 可就算他怎么演 都逃不过身后男人的眼神 而这男人在之后起到关键作用 但沉浸在自己计划中的事呢 决定给音乐送一份大礼 而这份大礼果真让音乐上钩 妻子刚回家就发现 丈夫破天荒的早早换衣服 妻子尝试地叫了他一声 没想到竟不是他丈夫 小伙姐是自己不小心 将果汁撒在了衣服上 是宰政哥让我到闺房找件衣服换的 音乐没有说话 但脸色明显不悦 饭桌上小伙不客气地接过空门 嘴上像抹了蜜一样 感谢叔叔将他带回来吃饭 看儿媳有点愣神 婆婆将太无一顿夸 让他以后要到我们医院发挥特长 顺便好好教教我孙子 一顿夸赞后小伙来的精神 说着就要去楼上看下叔叔的儿子 可他和老公的接触 让妻子总感觉怪怪的 但到底哪里怪他又说不上来 可没想到老公竟提出 让太无教儿子数学功课 妻子本想深挖一下太无的身子 你说他是你师兄的儿子 但我怎么没印象你说的哪个师兄呢 丈夫反倒觉得妻子这次怎么那么小心眼 还一副舔狗式的让妻子放心 太无是男人又不是坏人 还试图让妻子看到太无对儿子的认真 回去后他看着全家福越发 觉得家中怪怪的 公公突发意外死亡 老公性格突然大扁 就在他胡思乱想时 一位不速之客给他指引了一条方向 作为精神科专家的 他再次接诊到眼前的女孩 自从在公公的葬礼上 看到女孩哭得稀里哗啦 音乐示意她可以换一位医生 这样可以排除私人情感在里面 其实音乐已经确定 女孩很有可能是公公外面的事情 可是那表现无所谓 反正她已经死了 可她过来只想告知音乐 你公公的死相 和你婆婆写的小说里面的情节一模一样 而说着无心听着有意 音乐默默的记载了心目 很快她找到警方 想确认公公的死是不是意外 警员反问那你为何不尸检 不过就算是意外 我们也建议进行尸检 但家属却拒绝 音乐好奇是谁拒绝 没想到竟是婆婆 于是她拿着婆婆的小说书 对照里面的情节和公公的日常出息 她很难想象一个爬了十几年 在熟悉不过的山路 怎么会轻而易举的摔跤 而且还恰恰被山上的石头砸死 很有可能在这里另有旁人 突然她看到角落处有个人鬼鬼祟祟 在转头后她才发现竟是婆婆 她不理解婆婆这时候为何会在这 婆婆假装掏出打火机 说她刚才不小心掉在此处来捡 但儿媳手上拿着的她的小说 让婆婆不禁质问 难道你是在怀疑我吗 可婆婆对公公的那股恨 让她不得不怀疑 没想到婆婆轻描淡写的说公公 那种花花肠子在外欠下的情侦 谁能保证谁想害她呢 音乐再次联想到那个事呢 可奇怪的是婆婆明显心虚 口中的打火机是打了又打 公共事情她还没捋明白 就收到老公和陌生女人亲密照片 可奇怪的是 没有一张女孩的正面 而且照片的日期正好是今天 可老公明明说过 今天是医院的学会交流日 接着她来到老公医院 前台告知交流会在两年前就取消了 偏偏这事老公打电话给她 满嘴谎话说 今天的学会交流时间要延长了 放下电话 音乐知道老公怕不是学会交流 而是深度交流了吧 看着老公一张张幸福的脸 音乐不免怀疑这种基因居然还疑传 没想到她前脚刚回来 老公后脚也到了家 心情还特好 妻子强压住心中的怒 没眼力见识的老公还如往常一样拥抱妻子 但这次的拥抱显然变了为 还好聪明的人都学会了 她假装问老公今天的学术交流怎么样了 老公的回答句句经典 每次的学术交流都不一样 但今天却特别的累 一个累字让妻子听懂了含义 于是她在老公熟睡时 做了一件冒险的事 反而让事情一发不可收索 于是她翻开老公的手机 按照以往的密码输入进去 可奇怪的是密码早已经被换掉 看着表里不一的老公 妻子越发气愤 于是她索性到车内一探究竟 本想通过行车记录 一查看老公的行踪 没成想里面竟被删得干干净净的 偏偏这是本不属于他们的手机响了 听着那头弟弟着急的跟姐夫要手机 因怨不免好奇你的手机 为何会在你姐夫这里 弟弟显得很心虚 随后傅燕说是姐夫要请他吃饭 不小心在他车上 因怨假装说你姐夫今天参加学会 哪有时间跟你吃饭 可弟弟无意间告知 姐夫导航去了洋平了呀 而这消息无疑让姐姐知道了线索 弟弟恨不得删自己两八点 没等弟弟再解释 因怨直接挂了电话 随后通过GPS在网上查询了车辆的轨迹 果然发现这老公是真的能装 每隔几天都会去这同样的地方 而且都是早上到达 晚上回来 他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 若实在克制不住 他都会掏出随身携带的跑酸跑 平复自己的心情 可偏偏有人就不想给他安宁 刚到医院坐着 他再次收到了一个莫名的包裹 第一次收到了无头鸽子 这次他留了个心眼 让助理帮他打开下 而这次出乎他的意料 里面只是一个房子的模型 但他深知对方记着玩意 肯定是想暗示他 上次在无头鸽子中夹着他们的全家伙 而且用荧光棒能看到 上面标记着一个个数字 于是他端起这个模型 也同样用荧光棒照射 果然被他发现了端倪 上面清晰的写着一个地址 于是他在网上寻找地址之处 竟发现是老公小时候住过的别墅 随后他一刻都等不及开车 立马前往乡下的别墅去 但到达这里已经到了晚 停车后他对比了模型 果然一模一样 接着他掏出手电筒 慢慢地进入屋内 桌上的鲜花还透着香气 可下一秒他慌了 因为地上的无疑声 也就是老公的助理 已经躺在了血泊中 他本想上前叫醒他 没想到后方传来婆婆的声音 说他还没死 婆婆圣人的眼神 看得他心里直发毛 知道儿媳将他当成了凶手 婆婆解释不是他干的 我到的时候已经是这样的 英院现在管不了那么多救人要紧 可就在他打急救电话时 被婆婆阻止 理由这种状况你根本无法解释 更何况你还是家喻户晓的名人 但无医生伤到的头部不能不管 于是建议先送到附近的乡镇医院 这建议两人不谋而合 很快将人送到了医院 原来院长是婆婆的老乡时 难怪婆婆那么淡定 可英院却有一肚子的问号 到底是谁对无医生下的手呢 为了让婆婆不打自招 英院掏出手机说要报警 让警方查看下 到底是谁对无医生下的事 果然婆婆急了 说很有可能是我的儿子在正干的 能知道那个别墅的人 除了儿子就是他身边亲近之人 至于无医生会出现在那里 显然他和我儿子有着某种关系 可英院好奇 就算他俩有着不正当关系 你儿子为何要这样对他 而且你为何又出现在那里 难道这场事件 是你和儿子一起计划的吗 婆婆轻描淡写的让他放心 等回头我问下 儿子到底发生了什么 并会给你一个交代 英院越发对这一家搞不懂 于是想亲自打电话给老公问清楚 可奇怪的是老公的电话 出于关机状态 而英院不知道的是 他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可奇怪的是 昨天老公就开始人间蒸发了一样 而且这是他们结婚 20年老公第一次不回家 于是他假装买了奶茶送到前台 前台小姐姐告知院长今天休息 英院表示他知道 只是顺路给你们买的 面对院长夫人的热情 小姐姐不免吐槽 院长今天没来就算了 副院长吴医生也休息了 前台电话真是忙到接不过来 不过昨天副院长急急忙忙出去 定是遇到了什么事 而这句话被英院牢牢记载了心里 于是他对头顶的摄像头 动起了歪心 偏偏这时弟弟大老远的就来找姐姐 昨天他就发现 弟弟和老公有什么事瞒着他 当发现姐姐时 他心虚想要溜出去时 更加让英院怀疑 尽管弟弟一个劲的解释 昨天他和姐夫只是一起吃饭的景色 姐姐一句话就让他献出原形 问弟弟想要钱吗 说到前弟弟两眼冒光 于是他一五一时的告知 昨天他找姐夫的事情 原本他找姐夫借钱来着 可姐夫却着急的要出去 于是他厚着脸皮钻入姐夫的车内 本想在车内跟姐夫简单的介绍 他想创业的项目 可姐夫却是一等会 我将你前面下车 我要上高速了 好奇的他瞄了一秒 导航发现是去往阳屏的地方 这才将手机落在了姐夫的车内 有了弟弟的话术 音乐越发觉得 老公和吴医生有了什么关系 于是他偷偷查探了医院的监管 老公外面的女人是否是吴医生 可正如前台说到那样 昨天吴医生看似很着急的离开 难道两人急不可耐的约好 一前一后去乡下别墅的 可就在他一头雾水时 车内的手机响起 要是没记错的话 这个手机是吴医生的 也就是昨天他带着受伤的他去医院 不小心遗落在他车内 为了搞清楚他和老公存在着什么关系 这部手机起到关键作用 接着他来到吴医生的病房 用他的指纹解锁了他的手机 里面不仅有老公一张张的照片 而且还有他偷拍的合照 显然吴医生并不是老公外面的女人 而这张照片让他更吃惊 原来他们从小就认识 奇怪的是婆婆一直瞒着他 而且还有一让他误会他们的关系 可面对婆婆的解释 他显得很淡定 第一你没有问过我他们的关系 第二我说他们有关系 可不是你说的那种的关系 再说吴医生只是一厢情愿喜欢我 所以我儿子不是那种出轨之人 而婆婆只说对了一半 从吴医生的手机信息中可以看出 老公在假借出门 让吴医生好好做好医院的事情 所以和老公在一起的并不是吴医生 那到底会是谁吗 殊不知在他们的屋外 有个男的一直死死的盯着他的房间 貌似在计划着什么 其实婆婆这边也慌得不行 打了儿子无数遍电话都出于关机 于是婆媳两人达成一致 先共同寻找失踪的老公 突然家中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 而男人介绍自己姓证 老爷临死前我一直在帮他拜识 我就是民间说的私家侦探 之所以现在出现 是因为老爷之前交代过我调查的一个人 是时候让你们知道 接着掏出了一张女孩的照片 而姻院一眼就认出是她的患者是 可奇怪的是 为什么公公要命你去调查此人 而侦探掏出的合照足以证明 公公早就发现儿子在外有人 而婆婆的反应更奇怪 她一把将照片削毁 可这更加证明了老公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唯独她被蒙在鼓里 虽然是那是她老公的情妇 无庸置疑 但有一点大家都不知道的是 是那是一个魔女中的魔女 因为所有与她有关的男人 全部都已经死了 而且所有的死相都特别的惨 甚至警方都拿她没办法 听到侦探诉说着 魔女的惨无人道的行为时 母亲顿时坐不住 就连姻院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女人躺在类似妇科的长椅上 等待治疗 男医生让她放轻松 我们要开始了 伴随着脖子处的一阵凉意 和医生关切地问她痛不痛时 她知道眼前的男人 被她拿捏得差不多了 于是她慢慢起身 先是感谢男医生 亲自为她处理伤疤 而后作为答谢 想请男医生一起试个宵夜 话里话外 让男医生找出拒绝对手 于是男医生宰阵盛情难答应了 可男人还不知这一顿饭 让她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别看眼前的小女人 娇羞羞的样子 实则她的脑子 塞满了很多恶心的话 从小她的心思就异于常人 姐姐不小心被猫抓伤 她紧张地关心姐姐的伤势 父母听闻立马从家中窜出来 不仅一把将她推到一边 而且看到伤势后 立马将目光放在了她的身上 而她却看向地上的猫 带他们走后 她为了惩罚罪魁过手的猫 她竟意把将她弄死了 可换来的却是父亲的一顿暴露 直到长大她都没明白 她只想保护家人 为何家人要这样对她 但她没得到答案 可她在和宰阵用餐时 完全不避讳地说 他们一家除了她全都死了 原本我们一家四口去法国巴黎旅游 可到了那 我突然觉得那五星级酒店 要比巴黎塔还好 于是我独自一人留在了酒店 但父母带着姐姐按照计划程 可惜的是他们出了车祸 而且车子还烧着了 听着宰阵不免有点心疼 起眼前的小女儿 士纳越说越惨 自己有幸存活 却在不久后 也被家中的火烧伤了脖子 惯性能遇到你那么好的整形医生 而她只想告诉宰阵 是她给了她第二次冲伤 一顿彩虹屁后 士纳提出想跟她成为 无话不说的知己 而知己一词 让宰阵明白了意思 可宰阵还不知 士纳结了两次婚 参加了三次葬礼 第一任丈夫是吃河豚与死 第二任丈夫是因为溺死 而且是被冻成冰块后才被发现 第三任还没结婚就被烧死 从她的表情可以看出 都和她脱不了关系 可面对警方的审论 她却显得很淡定 完全能避开她不在场的证据 其实只要有人破坏她的心情 她就能当场报告 只因那天她过生日 第三任男友喝得醉熏熏 虽然对她说了句生日快乐 但根本没有尊重她一点的样子 甚至自顾自地抓起蛋糕塞入嘴巴 只见她慢慢放下生日帽 没眼力见识的男友还在喝着酒 突然一蛋糕拍在她的脸上 恰巧又掉入一旁的火坑中 酒精家伙让男友瞬间成了火 而她全程没有一点要上去救治的样子 虽然警方找不出她一点证据 但是就老公死后的状态 警方奉劝她去看一下精神科 虽然她比较傲慢 但还是听了进去 而电视里这位公认的感情专家 让她连看了几期貌似觉得有点道 于是她第一次与眼前的姻缘专家面对面交流 她第一次敞开心扉问 为什么家人都鄙视我想离开我 可音乐却反问她有没有想过家人离开你的理由呢 或者你有没有想过 你是否对他们产生了痛苦呢 士纳听懂吗 何计她努力守护的家人是她的错 音乐不知她的一句话让眼前的士纳怀恨在心 加上音乐那么自信的样子 士纳越发好奇什么样的家庭能让她那么自信 于是她开始不断地研究音乐的家庭 她倒想让这位自信的感情专家体验下支离破碎的 而一来二去音乐的老公已经被士纳迷得神魂颠倒 甚至着了迷一样的吐露着心中所有的秘密 包括她虽然是医生 但是根本不能碰到心 全部都是无医生主刀的 而宰镇说的越多 士纳离成功就越近 要知道男人越是吐露心声 越是能交付真心的时候 被士纳利用的在镇还不知她即将走上一条不归路 妻子突然发现自己的老公居然老牛吃嫩草 难道外面的嫩草就那么香吗 一旁的婆婆假装不知情怒骂小狐狸不知天高地厚 其实她早就发现了儿子的不对劲 要知道不管男人女人只要突然打扮自己 定是心中有了什么小九九 于是母亲留了个心眼 果然发现儿子和小狐狸如胶似妻 本想用几张支票将她搞定 这件事情就算结束了 可她却小瞧了这小狐狸 她的野心可不止于此 她还把目标盯上了男人的父亲 抓住他们的软肋 是她的主要目标 可老男人活了那么久也不是吃素 于是她找了个私家侦探调查女人 可惜的是没过几天她就意外死亡了 可就算公公已死 帮她调查的侦探也没有停下来 甚至还查到这是那不仅是在镇外面的女人 而且这女人特别的危险俗称魔女 听到这女的已经死了三任丈夫 母亲不免后悔 当时就应该早点解决掉这个小狐狸 儿媳这才知道何继婆婆早已知晓此事 可现在不是追究知不知道的问题 而是要尽快找到在镇 因为这女的动机不存 听到儿子有危险母亲一刻都坐不住 但她知道这时候绝不能自乱针脚 比起找儿子她现在要做的事 给儿子的医院找个什么理由先关上一阵子 毕竟身为院长的儿子 和副院长的吴医生都不在 难免会让人起 于是医院内就有人闹事 不是她的尿肠 她都没发现厕所内竟然安装真土摄像头 儿媳一个劲道歉 我们医院一定会好好解决 而男人直奔主题 我要你们关闭医院好好等 好一个宜唱艺和婆婆瞬间答应 儿媳看出了不对劲 加上婆婆根本没一点生气 还让所有的员工们带心休假一个月 音乐没有拆穿 而是将计就计说要将这是报警 知道瞒不过儿媳 于是本想告诉儿媳 这时候不能将儿子跟小狐狸跑的事情 被媒体知道 而且你想想 这段时间你收到莫名的包裹 对方明显就是想将我们一网打尽 所以我们要一起解决 不要掉入别人设下的陷阱 但没想到半路杀出各成咬金 吴医生的男友找不到你有交继万物 他怀疑你有出了什么意外 婆婆解释吴医生又不是小孩子 打不通电话情有可原 可男友一口咬定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情 婆婆嘲笑你难道是警察妈那么敏感 没想到男友真的从怀里掏出了他的警官证 婆婆的眼珠都要瞪出来 而男人一直坚定我一定要找到吴志恩 这下两人慌了 因为吴医生被他们送到了乡下的医院 至今还没苏醒 还好婆婆反应够快 立马去处理吴医生的手机 接着他们来到吴医生的家 可眼前的密码锁让音乐泛起了难 只见婆婆掏出随身携带的痕迹 然后对着密码锁就这么一回 片刻之后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数字处的指纹清晰可见 通过数字拼凑婆婆竟发现是自己儿子的生日 果然一顿输出打开了门 可两人还不知这一进入 差点将他们的小命吓得丢在了这里 本想将吴医生的手机放在家里 这样查询定位也不会出现问题 但想想又不对 要不给他放进行李箱中 可这一拿差点出了事 突然门外好像有人进入 吓得他们立马找藏身之处 而这痴情的男友果然够痴情 就算女友不在家 他也会帮女友收拾屋子 但没想到的是这样的大老爷们 突然情感抱怀 蹲在床边进嚎啕大哭 婆婆轻轻的关好柜门时 突然被敏感的男友发现了不对劲 其实他是想到了 女友最喜欢的白T恤不能有折痕 于是他果断的拿起衣服 想将其挂在衣柜中 此时婆媳二人的心提到了嗓子 可就在他要开门时 一阵敲门声传来 男人假装理直气壮的进来找志恩 被多心的男友质问他是谁 得知是女友的叔叔时 小伙立马整理了下自己的形象 介绍自己 其实这个叔叔是婆婆找来救场的 可这男友却一根筋 他认定女友根本没有出院 因为他的行李箱还在 奇怪的是打他手机还不接 于是再次尝试拨打 这下两人慌了 因为手机正在他们身上 男友闻声寻找 关键时刻他们偷偷将手机塞了出去 倒霉的他撞到柱子 在低头时恰巧看到了手机 他正在问手机怎么会在地上失 这假叔叔开始忽悠 难怪是志恩出门忘带手机了 殊不知此时的吴医生 还在医院昏迷不醒 但奇怪的是 他的老公也不知随间 以前一直以为 他和老公的感情无庸置疑 甚至每到一次结婚纪念日 双方都会赠送礼物 但这次的手表 却在以后起到关键作用 可万万没想到 这老公那么能装 偷偷和小狐狸 是纳在一起一年多了 从侦探口中得知 只要和此女友过接触的男人 都已经死了 知道他的人俗称魔女 活泼一听开始倒露 希望儿子脑袋清醒 能顺利脱离魔爪 而其两眼冒火了 放话他一定要找到在这 与其死在魔女手上 还不如让他死在我的手上 而他这句话不是空穴来风 一日正当 他想着从哪里入手时 突然有人给他寄来了汽车模型 而他只看了一眼车牌号 立马紧张的去找快递小子 但显然是白问的 但车子模型和车牌 就是他老公的 对方寄这个东西 是想提示他什么呢 于是他突然灵机一动 找到了吴医生的男友警太 因为痴情的男人最好利用 他借用心理师的职业跟他闲聊 其实男友也有问题想问音乐 因为在女友的手机内 他发现了音乐老公的照片 预料之内 接着他故意让警太误会 我的先生其实也失踪了 警太第一反应他们两人私奔了 音乐再次旁敲侧击 提醒他你可是警察身份 从我老公入手寻找 是不是就能找到吴医生了 还别说这种执着的人就是好利用 他能盯着监控一整天不眨眼 很快警太拿到结果找到音乐 但他却松了一口气 因为调取监控发现音乐老公的车子 从阳亭一路开网统 而在半路的加油站中 可以看到副驾驶的女人 并不是我们家治安 这一刻音乐更加确定 老公真的跟士纳在一起 于是婆媳通过最终监控的地址 一路前往 婆婆已然想好到达后 拎着儿子的耳朵转回家 经过一天的路程 两人到达了目的 也看到了儿子的车子 确实停在这里 可咨询后得知 他儿子带着老婆在这里 租了辆车子到玉芝岛 但到玉芝岛需要渡船 明天才能过去 也许是害怕有什么事情发生 音乐叫来了自己的弟弟 可怕什么来什么 婆婆接到吴医生医院的电话 告知吴医生已经醒了 音乐急切地问他 还记得那天在别墅 你是怎么被人打伤的 没想到吴医生情绪激动说 我们大家都会死 显然那天是发生了什么事 由于情绪太过激动 院长不得不终止的沟通 一日他们早早地渡了船 再咨询了附近居民 是否见过施纳使 忽然屋外一阵警一声音 预感不好的 他们一路跟着警车来到了马头 而警方正在打捞落水的汽车 车子还没打捞上来 车牌就先掉落 而音乐看到此牌后 脸色瞬间凝重 因为这正是他老公都的那辆 活泼的腿已经开始发热 但没想到从车内掉出的大物件 让所有人都不淡定 警员立马打开 发现里面仅仅是装了条背 警员喃喃自语 还以为里面装的是人 那尸体跑哪去了 母亲一听瞬间呵斥怎么说话的 没找到人就叫尸体马 很快警方通过线索 帮他们找到宰镇的出租屋 然而桌上留了张遗书 让母亲看了头皮直发马 什么叫自己一直活在痛苦中 要在这里结束自己的人生 请母亲原谅他的不孝 也请妻子原谅他的自私 因为爱你 所以我不想连累你 母亲当场被气晕 妻子完全没想到是这样的结局 本想找到老公赏他两个大嘴巴子 问他为何要水性羊花 因为尸体没找到 于是警方调查了最近的监控 发现宰镇和一个短发女人一起去吃了兰州拉面 随后还去买了一大衣小的旅行袋 小舅子分析要么两人一起殉情 要么那个魔女将姐夫弄死 说着就开始哭丧 姐夫你答应说就我五一创业的 怎么就这样死了呢 最终警方得出结论 虽然没找到尸体 但是凭借留下的遗书断定 宰镇凶多吉少 这时音乐准备离开 婆婆却叫着他 问他有没有良心 这时候离开将我儿子一个人留在这里 顾说还好 说了儿媳一肚子懂我 是你儿子丢下我跟人跑了 我这是要为他们两人举办仪式吗 婆婆咬牙放话 我的儿子我自己找 其实音乐说不难受是假的 好歹他们同床共诊了二十年 很快新闻播放某医院的院长 带着小女友连人带车落入国中 虽然没找到尸体 但在他们的出租屋内发现遗书 警方初步判定两人结伴自杀 所以海警们正在扩大范围全力搜捕中 但看到这里的吴医生根本不信 其实不相信的还有音乐 于是他找到吴医生 想知道那晚在别墅到底发生了什么 吴医生此时只能如实告知 那天我看在正哥着急的下班 出于好奇我一路跟随 没想到他来到了乡下的别墅 而这里我再熟悉 不过毕竟他小时候就在这里生活过 一进屋他就发现桌上除了鲜花 还有一瓶82年的拉斐 但就在他沉浸之时 被人从身后直接敲晕 模糊间他听到对方说了一句 所有人都会死 音乐更好奇 你对我老公很感兴趣 因为他偷偷进入吴医生家发现 他的柜子中有一件和他一模一样的衣服 甚至连搭配都一模一样 女人的第六感一直很准 但现在不是计较这事的时候 没想到吴医生送了他一句话 你们夫妻20年 你有真正了解过你老公吗 而这句话让音乐心瞬间咯噔了一下 回去后音乐立马翻看老公医院的出诊记录 奇怪的是每次老公手术时 入手都是吴医生 接着在确定手术室内有监控室 本想掉看记录 却发现里面空空如雨 这更加说明这里面有猫腻 但这种小把戏根本难不倒修复电脑的专家 很快他打开了监控 令他没想到的是 每一次的手术老公都是个摆设 唯一的是 当他看到血后都会有种窒息的感觉 20年的手术专家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可就在他要出门时 那头的警方告诉他 他们打捞到一只手术 而这只手表正是他送给老公的 这一刻他突然有一丝的舍不得老公 回忆着他们相处的点点滴滴 他在心中暗暗祈祷 只要老公能回来 他既往不救 但没想到的是 哭了一晚上的妻子接到一个电话 这时的银行电话推销 让他当场拒绝不买理财 但对方却想知道 为何突然将之前的基金都赎回了 妻子不明白什么意思 直到对方解释上个星期四 你老公将基金全部赎回了 偏偏这时他收到了一个视频 点开后发现是老公自导自演 将车子推到了汗家 事后还激动喊着 我们终于可以幸福的圆斗高飞了 妻子半天没缓过神 但他知道自己就是个傻子 被他们属于团团子 而这老公本以为抱得了美能归 兴奋的不要不要的 但万万没想到 女人直接将他按进了游泳池 从表情可以看出 这根本不再开玩笑 在男人的眼中 女孩是那是个小鸟 一人心肠贼好的人 可他不知他多么的惨妄 表面上在喂养鸽子 实则暗地里 他将鸽子的头凝成了麻花纷 而后将其寄给男人的老婆制造狗黄 这样他才有更多的时间 去勾搭这单纯的傻男人 让他去洗澡他绝不会去泡澡 可由于宰鸞太心急 在急急忙忙赶来时被吴医生看了 本就对宰鸞有好感的吴医生 一路跟到了这 出门没看黄厉的 他竟被侍娜一棒的打晕 侍娜也没想到 他的计划中会多出一个人来 但没关系 所有人统统都会死 而等宰鸞洗完澡出来后 发现地上的吴医生满头是血 他紧张地想上前 但可悲的是他孕血 又被吓得连连后腿 而宰鸞解释你被他跟踪了 他看到我想杀我是正当防卫 看心爱的人委屈的样子 男人再次犯起了 糊涂安慰若不经风的事 一丝理智让他还知道 去打急救电话 却被宰鸞阻止 接着拿着吴医生的手机 告诉他 你妈应该也快赶他了吧 所以我们离开这里 你妈会好好处理他 没想到一个大男人 竟被女人牵着鼻子走 怕不够刺激 宰鸞再次怂恿男人 我们要不这样远走高飞吧 起初男人还有些犹豫 他若突然的离开家人 肯定会想尽办法找我的 然而宰鸞给他出了个馊主意 让男人错上加错 本以为将自己伪装成自杀 这样他就可以和宰鸞双宿双飞了 殊不知他在宰鸞的心中 只不过是个棋子 仅凭这个视频 他就可以让他们一家鸡犬不明 果然而惜放华 往后你儿子是死是活都跟我无关 如今在我的人生中 他就当已经死了 活泼想不通 为什么那种魔女会选择他的儿子 而且并不是想要杀宰鸞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可就在音乐回去时 他再次收到了一个包裹 而这个包裹让音乐猜到了答案 于是他找到婆婆 想告知是那的目标并不是宰鸞 随后他将标了序号的全家福拿给活 婆婆也发现这魔女貌似 要将他们家搞得鸡犬不明 而音乐此时根本不在乎任何事情 但有一点儿子标记的四号 让他很不放心 因为一号的公公已经死了 此后我才发现 他是害死自己父亲的罪魁祸首 二号老公目前生死不明 水性杨花同样欺骗他一年之久 接下来是三号婆婆 但他已经不在乎 他只想在伤害儿子之前阻止那个魔女 于是婆媳两人想去乡下别墅区 查看一下是否有侍纳留下来的线 殊不知此时的侍纳露出一亩胜利的表情 焚烧着他们的全家福 甚至悠哉地跳起了舞 果然刚到别墅区 就发现大门口站着的人 母亲激动不已是自己的儿子 可音乐看到老公这一刻 一股莫名的恨意让他猛踩油门 朝着载阵直直地去 这家伙原本还不想回来 奈何他抵抗不了侍纳的要求 说什么为了他们的白头偕老 示意他回去解决完家里的事情后 两人再续前缘一辈子不分开 男人一听立马表态 他现在就回去解决 让他势必等他回来 其实侍纳在心里咒骂男人都是这种动物 但他没想到他这老婆也够狠的 还好他躲避及时捡回了一条命 回去后妻子看着合照越发觉得不对劲 丈夫能乖乖回来肯定有猫腻 于是作为心理师的音乐让助理 将曾经接诊过的人资料统统找出 因为侍纳明显在报复他们家 他必须找到侍纳存在什么心理问题 才能让他停止报复 与此同时 志恩回到医院 可这牛皮糖男友一直念着 生怕志恩再次被人偷袭受伤 可志恩只想寻找关于侍纳的问诊记录 因为宰政哥没有其他的社交 能接触到侍纳肯定在医院 果然被他发现了侍纳 于是他想让警察男友帮他调查侍纳的行动 这样他才能找到宰政哥 但这眼镜小哥看似无意间进来 其实就是想对志恩透露宰政已经回来的消息 但万万没想到宰政回来的第一天 就买了很多的食材 不禁将保姆吓一跳 就连他的妈都好奇不已 听到儿子说要亲自下厨 对他之前突然失踪的事情表示道歉 做妈的不经欣慰 儿子能从狐狸窝主动回来说明你真的懂事 但万万没想到 他做了一场红门宴 而且还将身边所有的人都请到了家里 小姑本想烘托气氛这么一大桌美食 可脸色越来越不好看 因为所有的菜不是外卖就是路边摊上的菜 随着宰政一屁股坐下 这张乌龟席正式开始 妻子有股不好的预感 果然老公说出这辈子都不敢说出的话 他就喜欢吃这些食物 但在这个家却是绝对不能碰的食物 小舅子问他到底想说什么 而接下来才是重点 活了四十年的他一直是个点 为了做母亲眼中的官儿子 做妻子眼中的好老公 我欺骗了所有人 就连在台上获得的医疗奖项都是骗人 因为每次手术我虽然是主刀手 但所有的都是无医生顿 因为我有孕血症根本见不得心 可明知道我有这怪病母亲 还是不惜让我成为医生 母亲想给自己一个台阶 在座的都是一家人 大家理解一下就是 萎靡心窍的老公 其实就想揭秘母亲不为人知的命 从而让妻子寒透心远离他 有关你父亲被人栽赃陷害 我父亲也参与了一份 母亲为了怕以后事情曝光 才让你嫁给了我成了一家 小舅子一团火憋在了心里 他强忍着不让自己爆发 毕竟姐夫刚回来 不能再让姐姐和姐夫分开 但没想到这姐夫的目睹 就是想让妻子痛恨这个家 从而放他自由 宰镇一走 志恩掩饰不住的笑容 貌似在坐等渔翁之力 殊不知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被侍娜监听得清清楚楚 他没想到当初从宰镇入手 果然做对了 这家伙真没让他失望了 而现在的宰镇已经完全失去理智 他要寻找自己的幸福 要做回真正的自己 于是他按照和侍娜的约定 跟家里人断干净后 两人再续前缘 甚至一刻都等不及的 跟侍娜联系 他已经断得干干净净 可他不知侍娜的野心不仅于此 他早就安排了另一个计划 而他之所以那么成功 多亏了眼前的男人 而男人是死去公共的秘书 而从男人的表情 可以看出对侍娜特别的关系 而傻傻的宰镇还在机场等侍娜 殊不知侍娜还嫌不够刺激 放了他鸽子 本想让男人回家再去 被妻子遮作去 但万万没想到男人这一次回去 却让妻子发现了重要的线索 甚至通过寻找 发现了家里百中内被置入肩虎 接着他不动声色 浑然不知的是那 还不知对方准备粉丝了 而且只用了一招 直接戳中他的眼泪 气得他差点练出了狮子吼功 惊喜善作梦也想不到 男人这种生物基因遗传 居然那么强大 和他同住一窝的婆婆 突然发现桌上有个B超单 而孩子成型的照片 让婆婆脑神经转了好几圈 看到儿媳从卫生间出来 婆婆试探问他要生二胎吗 儿媳否定不是他的 婆婆的心咯噔一下 难道是那小狐狸是呢 却被儿媳再自否定 婆婆这才松了一口气 还好跟他们掉无关 没想到儿媳关上门 告诉婆婆这是你孙子没有的 婆婆瞬间惊得说不出话 道闲才18岁呢 但想想现在的女孩既然这么随便 那就用随便方法解决就行 但音乐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原本老公在外的小狐狸 就让他一个头两个大 偏偏这老公灵丸不灵 一根筋认定 是那是他的下半辈子 于是他本想拿出老公的手机 想和是那谈判 但万万没想到 他曾收到过所有的恐吓信息的时间 恰巧都是老公刚出门的时间 这也说明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被对方监听的一清二可 于是他利用红外线将家中一顿排查 果然发现了监控 但他并没有声张 而是偷偷将监控交给婆婆 起初婆婆很不解这什么意思 得知小狐狸在他们家中偷偷安装了后 婆婆果然比他还紧张 甚至能快速分析这个家里有他的内部 看自己的目的已达到 于是放话这是他不管了 你儿子招惹的小狐狸 你这做妈的去擦屁股了 可儿媳还不知婆婆才是整个家庭最可怨的人 当年他刚结婚不久 就被医生告知他的子宫异常 怀孕的可能几乎为零 老公瞥了他一眼 虽然没有提出离婚 但眼神中充满了鄙视 直到某天他突然发现老公金屋藏娇 甚至根本没有一丝的愧疚 有的只是扫兴 而他却拿这种男人根本没办法 谁让他是生不出蛋的母鸡呢 然而一年后不知是老天的恩赐 还是自己走狗时 家中突然多出了一个婴儿 一辈子都做不成母亲的 他越看越小 可就在他抱在怀里时 突然发现婴儿窝内有张字 正是那天他撞见和老公一起的女孩留下 虽然承认这孩子是我和你老公的 但是我不能和一个大我二十岁的男人在一起 希望他能将孩子视如己出 并表态孩子的生事 我会一辈子烂在肚子里 就这样他有了儿子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儿子竟然跟他爸爸一样 好着一口 殊不知他这儿子不仅好着一口 而且还特别的招人喜欢 可就是有个毛病太过执着 听着宰镇被施娜抛弃 施恩让他醒醒吧 那种女人就是个魔女 上次我无缘无故就被他用铁锹砸晕 灵完不灵的老公却还在帮施娜说话 气得施恩都不想辩解了 因为过程不重要 起码在镇哥从狐狸窝回来 这次他一定要好好地利用机会将宰镇的魂勾回来 于是他播放着骚音乐 放了一排的工具 接着仅用一个去毛刀 让男人对他彻底温险 表面上帮宰镇刮胡子 实则就想贴近宰镇 让他能取代外面小狐狸的位置 但他没想到这么好的机会 居然被他妈妈给破坏了 施恩识趣地将音乐关掉后离开 而母亲只是给儿子看了个臂超胆 瞬间将儿子拉回了一半的魂 可奇怪的是 他和妻子很久没在一起 得知是自己儿子犯的错 做父亲的瞬间做不住 盗贤这小兔崽子怎么能偷藏进路 母亲让他去处理儿子的事 毕竟你们父子一个德行 刮了一半胡子的儿子 也顾不上形象 随意擦了两下就离开 可在知恩的眼里却觉得 这婆婆定是不想让他和宰镇在一起 可这婆婆越是这样 他就越是要跟他死磕道理 他倒不信凭他的美色 还搞不定在镇哥 其实音乐在家中发现 被人偷偷放了监控后 于是他将计就计地坐在其面前 这反倒让施纳心虚 随即拨通了音乐手机 预料之内音乐开始刺激他 杀了自己清洁的感觉如何 看着那头的女人 不断接自己的老顶 是那差点控制不住爆发 但很快他恢复理智 反倒刺激音乐 你老公那方面的功夫很了解 回家有没有检测下 他有没有进步呢 音乐故意表现懂了的表情 并感谢他这段时间 当我老公的玩物 可魔女毕竟是魔女 他调整状态放缓 看谁笑到最后 音乐强装镇定那咱们走的桥 其实在关闭视频后 音乐长输一口气 因为他知道他要对手的不是人 而是魔鬼 而且诡异的事都死于意外 而死了三任丈夫的 他被警方调查时 他显得很平静 但又露不出一顶马脚 可音乐却发现了 世纳的不对劲 只要有人说到 他死去的警戒 他的情绪就会异常的不稳定 甚至在审讯时 都能对警方动静 就连警派都看出 这世纳是个疯子 他之所以那么紧张 是因为上次 他的女友志恩 就是被他偷袭打 可他不知 他的女友志恩疯狂程度 跟世纳不相上下 每天他都要偷偷 他的心里就像被掏空了一样 就连呼吸都变得异常的急促 每每都需要药物来解清痛苦 天偏看似文质彬彬的态务 有意无意的暗示 宰政哥的心里一直有他 至于他安得什么心目前不得而知 但这家伙时不时的发来短信 凭借自己正常出入宰政家 告知他宰政的情况 但都是歪曲事实 不是说宰政哥 被事纳抛弃颓废的让人心疼 就是说他的妻子 对他冷嘲热讽的目瞒 话里话外 就是有人能将宰政 带点脱离痛 痛苦二字让志恩心态彻底崩塌 看着两人几十年的依靠 志恩竟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 但没想到小狐狸 世纳将爪子伸向了他的儿子 儿子的女友找到了音乐 问他对儿子的事情知道多少 而这句话让音乐第一反应想到 世纳曾经也同样问过 关于你的家人你知道多少 想到儿子是世纳报复的第四个对象 音乐坐不住了 怒斥女友是谁指使你来的 虽然不知这位妈妈情绪为何那么激动 但女友还是告知他我怀孕了 这下音乐傻眼了 为了主动出击 音乐特地找到警方调查 关于世纳是否有案件 得知世纳曾经一家发生过火灾 但是只有他一人存活 音乐本想找当时负责这起案件的刑警时 却被告知这位刑警 目前已经辞职回乡下了 而在他们要走势 跟这位刑警很好的哥们告知 车刑警就是太执着了 简单的失火案 他非要认定是纵火案 没人力挺他查下去 气得他才离职 音乐深知找到这刑警 也许就能揭开世纳不为人知的秘密 很快他们通过地址找到了这所农场 得知他们是为了14年前的那起火灾惨案事 车刑警明显不想搭理 甚至好奇那么多年为何还要提起 音乐想婉转地问下 关于唯一生存下来的二女儿世纳的情况是 男人一听她的名字立马下了逐颗令 音乐看出了男人对世纳的憎恶成名 于是他只能如实告知 因为那个世纳现在在威胁报复我们一家 果然在车刑警口中得知 这场火灾其实是世纳放了 而且是姐姐亲眼看到的 其实她的姐姐根本没有死 但是死里逃生的姐姐活得生不如死 可她的姐姐却让我保密她活着的消息 因为她很清楚她的妹妹心里很不正常 这也是我一直执着想当她姐姐翻案的原因 而音乐特想知道姐姐现在在哪里 车刑警爽快地将地址给了她 而这个地址竟让音乐有了拿捏世纳的字 很快她开车来到很远的教堂 而眼前毁了半张脸的就是世纳的姐姐 而音乐只用了一招和姐姐的访谈 诉说着世纳从小开始的心灵忍虚 看得世纳头皮直发麻 甚至心中的洪荒之力开始爆发 接着她风一般的直飙车 她不相信死去的姐姐居然还活着 甚至能说出关于她所有的一切 可当她来到直播室时 根本没有姐姐的身影 可音乐的出现 加上她不断地揭开世纳的脑底 认定世纳是个罪人 不仅杀死了三任丈夫 还害死了自己的家人 世纳彻底爆发怒喊着让姐姐出来 可不知是不是想为了刺激她 音乐告知你姐姐早就死了 而且是被你害死了 这一刻是那彻底的发了风